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请西门大国人把这些银两换成宝石奉钗 送给你家小姐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李爷 就怕小妹不肯收下你的心意 大官人 长兄如父啊 日后在如兰小姐面前 还请大官人多多美言几句 将来在生意上 那我李武一定会尽心尽力 也罢 待会儿喝过酒 我去和小妹说一声 可别忘了 是我送的 放心 心阳 接上这是什么动静啊 英儿 你去看看 是 来 来 大官人 大官人 锦阳刚成的猛虎被打死了 大得好 这些日子 那猛虎闹得没人敢过刚 连我那狮子楼的生意 也淡了许多 大官人说得极是 前些日子我来杨谷 也是提心吊胆过的锦阳刚 现在猛虎除了 日后我们也可以多多 到大官人处走动走动 英儿 是谁打死了老虎 我要重赏那个好汉 大官人 城外猎虎们正抬着 打虎的汉子走过狮子楼 听说那汉子 是用拳头打死的老虎 还有这等好汉 走 我们去看看 可以 但是拿点银子 赏了打虎英雄 是 怎么是弄武松 大虎英雄可在啊 西门兄 西门大怪人 五英雄 大怪人 来 请 请 大人 请 没想到我们兄弟在此相见啊 你们认识啊 当然认识 我这兄弟功夫了得 也就是他才能打得了那猛虎 五英雄啊 你我兄弟一别有半年了吧 多谢西门兄惦记着 五毒头 本县和西门官人关系甚密 你们又是老相识了 来 干了此备 干 好 西门兄 如兰姑娘可好 我就知道你会提到他 他也常跟我念叨你 今天就到我府上一坐怎么样 不了 我还要回清河县 看我哥哥 你要不去的话 如兰会埋怨我的 明天再走 好 我吃完酒就去 好 我等你啊 知仙大人 我还有点事情 先告诉了 那就不送了 好 一定去啊 一定 想没有啊 哥哥 见到我装饰了没有 见到了 他走了吗 他不走了 他要留在我们这儿做都头了 太好了 还有件事啊 你知道了会更高兴的 什么事 今天晚上他要到咱们家来 真的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翠红 小姐什么事啊 翠红 快收拾一下我的房间 武装是要来了 小妹啊 你什么时候这么勤快过呀 武装是要来了 那还不得收拾一下吗 就算要接待他的话 也不能在你这儿啊 那 那在哪儿啊 当然是在我那儿啦 翠红 走 去收拾我哥的房间 来了吗 没有啊 他不会不来吧 哥哥 你到底和他说定了没有 我都说了十遍了 他说他一定会来的 那他怎么还不来啊 我看这个武装做了都头 是给咱们摆架子 一个小小的都头 有什么架子可摆的 等等他 过来吃饭 我明天去问问他 为什么不来